十号以一己之力叫板四大年轻至尊 众人纷纷嘲笑十号不知虚道劲的战力有多逆天 书接上回 当子日天君被十号的话语气到发狂后 他对着旁边的金角熙大喝道 跟我走 显然他决定不顾代价对十号出手 随便拿金角熙当成理由来开战 可怎料金角熙的反应让众人纷纷愣肿 他没有理会子日天君 反而瑟瑟发抖地对十号说道 慌大人 只要你愿意留我一条性命 我愿意接受惩罚 此刻子日天君气得牙都快咬碎了 这个东西太不争气了 关键时刻竟然被吓到服软 十号对子日天君笑着说道 你若没有事也赶紧退下吧 就在现场一片寂静时 渔塘中再次发光 阴晕彩雾弥漫 神圣到极致 蓝仙与子日天君四大强者一傻而过 来到了那处发光的位置 十号自然也开始了行动 他如魅影般 直接显化真身出现在了渔塘最中央 蓝仙冷悠悠地说道 你很强 能在天神境战胜紫日天君 但想要进行更高层次的争锋 还差了一些 显然四大高手并不认为 十号有资格 与他们进行巅峰对决 十号无比冷漠地回应道 我今日就是要进入仙家洞府 看看谁敢拦我 围观的众人纷纷露出疑惑的神色 十号为何敢与四大强者叫板 在天神境墙 并不代表在更高一个大境界依旧无品 紫日天君看着其他三人说道 几位道友 认为他有资格和我们一针高下吗 大虚陀附和道人贵自知 不要忘了自己的精良 还是早点离去吧 毕竟只有融合完美古种 才能达到虚道境 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境界有多强大 十号文言冷笑着说道 原来虚道境一定要融合所谓的道种啊 不过你们要搞清楚一点 这里是天神书院 容不得你们如此放肆 手下拜将紫日 还有那个蓝衣女胖子 以及大光头 你们一起上马 围观的众人纷纷傻眼 十号竟敢当众挑战三大至尊 这一刻 紫日天君已经忍无可忍 一再被十号称为手下败将 这是他出世以来最为耻辱的事情 而后他的拳头如同紫色大日炸开 爆发出滔天的光芒 可面对处于虚道境的紫日天君 十号丝毫不惧 直接挥拳硬汗了上去 刹那间天翻地覆 整片虚空仿佛都被破灭了一般 紫日天君待在那里又惊又怒 紧接着十号如同无敌的战神 带着今天的威能轰杀向了另一边的蓝衔 在他的拳印前 诸天大星都在转动 颇有气吞山河之势 一拳过后 蓝仙双手剧痛 甚至微微抖动起来 他脸上充满了震惊的表情 下一刻十号又冲向光头大须陀 他的拳头加持诸多宝树 并化为银色手印 大须陀眉头紧皱 立刻祭出一件骨气进行阻挡 结果却被轰得粉碎 围观的众人惊呼道 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黄景平一人横击三大高手 人们在震惊的同时也非常疑惑 没有完美谷种 怎么可能会走到这一步 四大至尊强者也是愣住 十号的战力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曹宇生看到这一幕可是兴奋坏了 他当着仙院众人的面大喊道 看到了吧 黄跟我是结拜兄弟 打仙院一群至尊都毫无问题 不仅是曹宇生 三千道州的所有故人 都为十号感到了骄傲 毕竟九天十地中的任何一处 古地出现年轻至尊 那么跟他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 都会被高看很多 此刻一直还未出手的七顾开口说道 所有人都认为你消失三年 是选择了避世不出 属于荒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看来 你此番回归 实力更胜往昔啊 紫日天君脸色阴沉 他实在震惊而又愤怒 不曾想这个早已没落之人 竟还隐藏着如此恐怖的修为 要知道他在少年时 就曾修出了紫金之躯 荣和鸿蒙紫气肿后 更是超越极限 比起那些炼体修饰都更胜一筹 可在刚才与十号的对拼中 拳头宛弱断掉了一般 手指缝间有丝丝血迹流出 大须陀也是感叹道 荒非常厉害 但以肉身对抗而言 古来少有人可及 下一刻十号对这几人继续叫嚣道 此日看你不服气的样子 还想与我一战吗 还有那个蓝衣女胖子 你口出狂言让我离开此地 现在服了吗 另外大光头 你那吃饭的今晚太不结实了 围观的众人震惊不已 虽然短暂的交手 十号有了略战上风的气势 但这并不能代表 可以长久与三大至尊激战了 这等张扬霸气 放眼年轻一代 估计没有几人能够做到吧 此日天君怒斥道 你同时挑衅我们三人 是想要找死吗 十号淡然回应道 并非挑衅 而是将你们全部镇压 没有多余的话语 此日天君已经彻底暴怒了 他以最强手段轰杀向十号 而十号体内喷勃清光 自身如同一颗种子 弥漫出了丝丝大道气息 他没有任何酝酿 直接挥拳向着 此日天君迎击而去 轰隆一声俱响 十号这一拳造成了 无以伦比的破坏力 此日天君被震的接连后退 他怒吼着将一道道 鸿蒙紫气化为天剑 再次劈杀向了十号 然而清光悠悠 十号仿佛有万法不清之事 站在那里不受任何伤害 紧接着他抬手间 一击手印踢出 将所有紫气天剑震散 此日天君看到十号如此难缠 他变得狂暴起来 很想洗刷不久前的耻辱 此日天君的身体暴涨至了一丈高 躯体上的肌肉 如同一条又一条囚龙 这正是紫禁之躯的最强体现 如同上一纪元的战六金身一般 刹那间天地隆隆作响 数之不尽的锐气从苍穹中落下 鸿蒙紫气肿被彻底激活了 伴着大道的和鸣声 得到了天地的认可 比起先前更为可怕 此刻众人心中站立 在那股波动之下 仿佛这世间根本无人 能够与那紫禁之躯争锋